第一天露营醒来 太冷了 我的小宝贝呀 都要打透了 决定今天买睡袋 别住个星空点的房子 再把我冻感冒了 室外温度20度 也不敌呀 可是为什么这么凉呢 是不是因为我这 南北通透的 大开架窗户呀 哎呦 这柔和的小灯光 还有这有兴急的设置 看帘子一拉开 晚上是真正的看星空 真星空 假星空 完美 在旅装炮 电不足的情况下 我还有这个白克龙神器 他能给我的手机 移动WiFi 还有这照明灯 充电 而且 它是1500瓦的输出 在新疆 西藏 这也不允许做饭的地方 还可以在这 用电磁炉做饭 喝茶 烧水 而且它是静音的 现在它工作的状态中 完全听不到声音 全正宣布 还对我们的电器 没有损伤 这次旅行 一定会非常完美